我昨天晚上看到那個賴芬蘭 他演出上說他跟昨天晚上 電話連線 廣播都直接出去了 對他昨天在那個寶寶電台做連線 那他故意說 為什麼這一根爆樹 是不是每個人都來爆一棵樹 我看了以後就覺得好高興啊 大家來爆樹 所以我就在那上面說 那是不是大家都來爆樹 那我就說那我也要來爆樹 我說好久沒有爬樹了 我想這個蠻好玩的 我是響應他的 每個人都來爆樹的這樣的呼籲所來的 但是來到這邊發現怎麼回事 我想要爆樹不能爆到樹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怎麼回事嗎 這邊市政府很早在三月中的時候就把它圍起來了 好那但是我們問說那這裡是要開始做這個工程嗎 他也都完全不錯 那甚至於開始有工人在裡面 二十六號 三月二十六號開始 開始有工人去把樹斷手斷腳 只剩下一個驅乾 這樣子的狀況 那我們二十七號開機則會 我們說 有一個工程告示牌也沒有 到底 台北市 新北市 台灣各地 只要是有整個工程帶到一個多的告示牌 有建造 那個 施工的 合主的文號 完全沒有 那 天 那時候是可以爬上去的 沒有我看好像不同意願爆樹 那時候你也有上去嗎 沒有沒有 那時候是 都是看一邊的上面 之前還有中野在上面 對啊我看到的 對可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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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想辦法上去了 對 那他們都是圍起來的 可是 它到底是一個校園 還是一個公共空間 還是一個 所謂的工地 是很存異的 那 甚至於我們在二十八號 二十九號我們進去的時候 那時候有個 有個原住民的朋友 他要進去拍 他也是校友 他進去拍 一些東西 可是 因為要把它推出來 那我就跟著進去 那 我也是想要知道一下 很像的狀況 那 就被 被 包商的工人抓 抓起來 這樣子 那其實包商工人 他根本沒有公權力啊 他其實是不能動 我們的神通 那其實當時公務員在場 我說 你們這裡到底是 可謂的工地 那 有沒有施工的證明 有沒有文號 有沒有建造 有沒有 就 現在公務員完全不理我們 就 直接掉頭走 甚至於 警察在場 也不去處理這樣一個違法的事情 怎麼知道 是不是有人 把學校的快遞圈起來 然後 就開始拒訴 開始砍訴 那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有 有必要進來 就是這種違法的行為 現在呢 現在 有 有工人嗎 他也是都不拿出來啊 那 昨天 半夜的 昨天 搬管的時候 還摸黑來架這個工程告示牌 那外面應該要架 也還沒有架外面的工程告示牌 摸黑來架 那他 他架的這個牌子是有文號的嗎 也是很奇怪 我們一般看的工程告示牌都有文號 他也沒寫文號 那他 不 不具有法律要建啊 可以不要管他嗎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有沒有找議員或立法委員 來說這個動機不合法 你還是可以進去嗎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在疑問的原因 那為什麼我們的地方正式出這樣的問題 地方民眾都反對 但是沒有議員來為老宿 政院 沒有議員嗎 沒有 也沒有議員來幫市民來關心這件事情 那這個選區沒有啊 是別的選區的有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地方正式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這個選區是新北市的選區 對 板橋第四選區 那 國民黨跟民進黨各辦 但是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無敗的吧 我們也是到台灣的很重要的 國民黨 跟國民黨是差不多的 所以無黨局也沒有 對 那立法委員可以 可以 這個是新北 這是處於地方自治的事情 所以立法委員 神上 對 對 看起來根本 我們就很疑惑啦 新北市有議會 可是有議員 沒有議員的私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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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不具有法律要件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們還是走這個法嗎 因為這個沒有法律要件 表示他沒有法 我們是被阻攔的 不是守不守法的問題 我們是被阻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這個土黨是合理合法的嗎 當然是不合法的啊 那